近日,第17届中国国际中扫企业博览会在广州举办。 本次博览会共有2000余家境内外企业参展。 其中,在境外参展展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展区引得不少参观者驻足。 受疫情影响,很多港台中小企业的营收受创,通过中国会, 这些企业想借此与内地市场互动,减轻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这次主要带来的产品是我们的冷冻鱼浆类制品,就是我们的丸子。 那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的烘焙区域。 那因为这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定也有很多新的供应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 那或者是说新的客户,新的销售形态,这都是我们透过这次展会想要去认识的地方。 因为我们以往走批发嘛,那之后希望说可以走商超、电商, 直播等等。 现在我们全港商会普遍的那个共识呢,就是要我们企业要往北走, 就是第一站是先往广多这边走。 因为我们那个国内的市场比香港要大很多。 由于隔离要求,很多企业不能来到博览会现场。 全港商会作为香港十几家企业的代表,在博览会寻求新的合作模式。 同时,一些商家也转变了营销策略,去应对疫情下的市场状况。 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我们那个各个企业的那个代表, 他都在香港,他来不了,我们同事来不了,所以呢,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过来。 我们对入展的要求会有严格一些,就比如说参展商一定要, 每一次参展都必须要48小时的阴性核酸证明, 然后今年还有人脸识别。 因为疫情的原因跟核酸的要求,所以觉得今年的就参加人比较少, 尤其是采购商,导致他们就不能精准对接到一些采购商。 然后就是,就本来有一些企业不是以零售为主的, 然后呢,就是来参展这几天也不得不零售一些产品。 四天的展览时间尚短,但是依旧给商家带来了一些生机。 近期,前海参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以及恒情粤澳深度合作区的相关新闻, 引起大家的关注。 更多港台企业想要来到内地市场,寻找发展机遇。 那这今天已经是展期的第三天, 其实我们很多产品都已经销售一空, 我们今天上午才又紧急补货过来, 所以就很感谢所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的中单客户可以认识我们的品牌。 因为我们是处在国际馆这个展馆里面, 所以不只说是我们中国大陆的客户, 有很多国外的客户, 像是说非洲或者是说伊朗、俄罗斯、法国等等, 都有来认识我们的产品。 那因为我们中秋节也快到, 所以就是透过这个机会来宣传我们的产品。 所以大家现在普遍的共识是思考如何把香港的企业带入到国内来, 融入到国内这边, 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个商会的一个宗旨跟那个我们的这个愿景。 我觉得非常好是政府搭了一个平台给我们进行互相的交流, 因为没有这样的平台的话, 很难聚集到国际上中小企业一起一个交流。